練習檔,先把它開起來,那練習檔的話基本上我們放在下載裡面把這個題目給解壓縮 所以練習題裡面,解壓縮方式你可以用7zi或解壓縮 我發現好像同學對解壓縮好像有點障礙 其實因為這解壓縮,就按個解壓縮就好了,它就解出來了 注意一下那個圖示,這個是資料夾,這個是壓縮檔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你一定要把它解出來,否則的話,剛剛同學好像做練習就會出問題 這個也是解壓縮,這個建議不要打過,不然它會彈出一個資料夾 這個解出來這個就可以刪掉了,ok,然後把這個102打開來 那裡面很多層,把這個三個拖拉過來,這個時候它就三個檔案都幫我們把它開起來了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第一個先開啟這三個檔案 第二個的話呢,把這個完成檔案Ctrl鍵 Ctrl鍵按住,再按加號 按加號一下就放大一下 減號的話呢,就是縮小 特別重要,就放大縮小 那我們大概就讓它放大這麼大好了 好,那我們要做哪些動作 首先各位可以看一下題目 題目裡面,它其實就是要我們做這些相關的動作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自己再把題目了解一下 首先的話,它問你,跟你講說,這個是題目,這一題是比較簡單的 好,那主要,作答須知總共會有這些 第一個,請自行建立一個新的圖檔 所以如何,第一個我們要學會怎麼樣建立一個新的圖檔 第二個的話,影像大小 它這邊有一個所謂的320x240的像,單位是像素 記得哦,像素一定要選對 因為有的時候它預設的單位是公分 那你公分跟像素完全不一樣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300指的是它的寬度 250指的是它的高度 另外其他還有就是列印的像素 72 如果將來你要用印表機 或者是印出相片的話 這個恐怕要高一點 72的話,可能在螢幕上看還可以 手機上還,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列印的話 可能至少要至150 甚至300 300個像素每一英寸 其實就是一般我們所謂的DPI 這個DPI 一般沖洗照片 大概至少要300個DPI 那其他色彩模式八位元 底色的話是白色 存檔 將來記得哦,這個檔名哦 把它改一下 不要叫這個啦 叫102 不然每個都是PSA01 叫102.PSD PSD是Photoshop的副檔名 請各位注意哦 那它給我們的完成檔 是一個TIF OKTIF檔 是不一樣哦 你將來要繳交的是一個PSD哦 不是TIF哦 你不要說把那個 完成參考檔結果把它另存一下 偷偷的交上來 那不對哦,不一樣哦 一定是點PSD哦 好,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先來看 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圖檔 請各位開啟這個Photoshop 裡面有個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名稱的話叫102 大小,特別是寬哦,300 可是在你輸入300之前 請你把它的單位哦 後面有個單位哦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像,不是,像素啦 其實不要改錯啊 改成像素 因為題目裡面不是說 300x250像素 OK,特別是像素哦 然後這邊也是像素 所以這邊輸入300 這邊輸入多少 250 OK,那把這個250輸入 好,那其他的話呢 這八位也沒問題 白色也沒問題 按確定 好,這樣就一個新的圖檔了 但是好像有點小哦 你看Ctrl加 Ctrl加就放大一點點 讓它大一點點哦 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做什麼 第一個完成之後的話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的底色哦 所以第二個呢 請各位看一下這邊哦 再來就是設計項目 第一個 他說建立一個新的圖層 圖層名稱叫背景 利用漸層工具哦 填那個背後的顏色 實際上呢 做出來的效果 有點像是這個TIF 這個檔案的背後的顏色 那這個漸層色怎麼做出來的 首先記得哦 這邊已經是一個背景 圖層 圖層在哪裡哦 其實圖層就是在這邊 它名稱已經叫背景 所以你不用改 我們只需要怎麼樣 在這個圖層上面呢 把它變成漸層的 那漸層要在哪邊設定哦 請各位注意一下哦 在我們的工具 這個工具的裡面 找一下漸層 應該是哪裡了 中間這邊有沒有 這個東西 它叫漸層 那怎麼把它找 特別主要你點住它不要放哦 其實它裡面還有一些隱藏功能 那工具列哦 因為它放不下那麼多功 就是功能 所以它有些是隱藏起來 並不是不存在哦 那怎麼知道它有沒有隱藏哦 你可以看啊 它每一個的右下角 按住不要放 它就會彈出來 裡面有很多功能 都躲起來 那其中的話 我們要先用哪一個呢 漸層工具 那漸層工具怎麼使用哦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當你點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的 右上角 會有個顏色 那所謂漸層一定是哪個顏色到哪個顏色 如果你是預設的話 一定是黑色到白色 好 那如果我不改的情況下 其實你點這個之後呢 由上往下 拖拉一下 你會發現 有沒有 有個漸層嗎 應該知道什麼叫漸層嗎 然後Ctrl-Auto-Z 復原一下 不是Ctrl-Z 多一個LT-Auto OK 把它復原 那如果說你要由左到右 有沒有 又是一個效果 當然你也可以斜邊 比如說你從這邊過來 放開 它就會有這樣的效果出來 可是哦 其實 我們需要做的 可以根據那個完成的檔案 這個完成檔案 你會發現 它是由上到下 有沒有 上面是紅色的 下面是白色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可以第一個把這個顏色修改一下 把它黑的地方點一下 改成什麼顏色呢 其實題目裡面有講 237 2760 所以你把這個237 輸入上去 然後多少呢 27 然後60 這個顏色就是我們要的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當你修改完之後 這邊的顏色有沒有 改了 本來黑到白對不對 現在變成紅到 紅色到白色 那我要做出來的效果 大概長像這樣子 這個是完成的 它意思就是說呢 反正將來你只要做的跟它越像 那當然你的作業成績越高 最好能夠做到一模一樣是最好 可是你要怎麼做到一模一樣 當然不太容易 不過有個訣竅 第一個 到底應該哪個方向 誒 由上往下吧 應該沒問題 你不可能由左到右吧 因為如果由左到右的話 做出來想長這樣了 不對吧 Ctrl-Auto-Z 那差不多 你會發現從上到下 往上拉 大概多少比較接近 其實你如果拉一點點 好像只有這樣子 不一樣吧 所以特別主要 它有個訣竅是大概拉多少呢 由上往下 大概差不多 已經快要到底 但是還沒到底 因為你如果到底的話 你會發現可能太多了 我看一下有沒有差不多 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OK 所以大概把它拉一下吧 可是我記得好像差不多拉到 大概差不多剩一點點吧 把它放開 會是最接近的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背景色就做出來了 所以第一個 我們把圖檔建立 並且增加建成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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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